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黄小桃问道 能把这四人的鞋印踢取下来吗 我点点头说 这个等回去再弄 应该可以踢取下一些片段 对了 派电警察沿着马路照 第一现场应该会有轮胎摩擦的痕迹 还有死者掉落的牙齿 以及血液 黄小桃立即吩咐下去 我拿起死者的手掌看了一下 死者手掌纤细 指甲整齐 好像是从事文职工作的 我朝他脸上看了一眼 注意到鼻梁上有长期戴眼镜留下的压痕 我摸了摸死者的脊梁骨 又掰开眼皮看了一下 飞快地分析说 死者应该是一名办公室文员 长期对电脑那种 平时应该是戴着一副眼镜 黄小桃好奇地说 对了 他口袋里怎么会有一堆毛呢 你觉得是从哪来的呀 我说 看着像动物的毛发 我刚才闻了一下 有点腥臭味 猫毛比较柔软 而且猫比较爱干净 我觉得是狗毛 你可以化验一下 提到狗 我仔细在死者身上找了一下 却没有找到被咬的牙印 黄小桃分析说 狗 这说明他可能被关押过一段时间 我点点头 明天让孙冰心解剖一下 看一下魏容物 黄小桃瞪大眼睛 真稀奇啊 你居然主动要求解剖 我叹了口气 死者内出血太严重了 血可能已经和魏容物粘在一起 结成一大坨 这个我弄不出来 让孙冰心动吧 我站起来 由于蹲太久 感觉眼前一阵发黑 略微活动了一下肩膀 就吩咐说 这就尸体先装起来 带回去吧 我和黄小桃走到水泥馆旁边 再就看另外一具女尸 掩饰之前 我撑开掩饰子 叫黄小桃打起紫外线灯 在中围找找脚印 出乎意料的是 周围全都是凌乱的脚印 水泥馆上面还有一堆清晰的脚印 似乎有个人蹲在车里 我冷笑说 这帮人真是不避讳 先去证 黄小桃叫来一名警察 对脚印一通拍 水泥馆比较狭窄 黄小桃提议 把尸体弄出来 我要撩头 不 我进去试 这都难受啊 身子都直不起来 这里很可能是 女尸遇害的第一现场 如果只是气势的话 他们干嘛要在水泥馆周围 转来转去呢 还站到上面 说明他们在此 逗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黄小桃关切地说 那你小心别碰到头了 我爬进水泥馆里面 管道内壁比较粗糙 爬到女尸旁边的时候 我看见女尸两腿分开 下面流出一滩液体和鲜血 已经被撕裂开了 虽然我面对尸体的时候 一向冷静 可是看见这一幕 心中还是压抑不住的愤怒 我没有立即伸手去碰 脚黄小桃从后面 把紫外线灯递给我 我逃出一块和验尸伞 相同残身的布蒙在上面 对着女尸照了一下 发现她身上 尤其是胸部和宽骨的部位 有非常密集的手印 几乎覆盖在一起 无法辨认 结合这个体位 显然是被人轮流 发生过关系 我收起灯 开始验尸 死者年龄大约25岁左右 身材鲜细 我确认一下死者的瞳孔和尸僵情况 男尸和女尸死亡时间 女尸要晚一个小时左右 大概一个小时前死亡 死者身上有一些殴打的痕迹 头发皮囊有松脱的痕迹 似乎曾被人用力薅扯过头发 由于她赤裸身体躺在水泥管里面 在凶手实施强暴过程中 皮肤和壁管反复摩擦 后背大腿内侧一片血淋淋的 鲜血已经和管壁粘在一起 我注意到死者腹部有一处微微隆起 我叫黄小桃拿个镊子给我 黄小桃的声音从另外一头传来 他手上拿了个自拍杆 把镊子挑在上面递了过来 平时我可能会夸他一句真能干 但此刻面对这具尸体 我却笑不出来 我接过镊子小心塞到那里面去 慢慢取出一个很大的东西来 竟然是一个玩具人偶的脑袋 直径大概有五公分 人偶脑袋上面浸满了分泌 是生前被塞进去的 塞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看见黄小桃站在另外一头 命令说 巡手进来 抓住死者头发 做个样子就行 黄小桃比划了一下 从管道另外一端 正好可以抓住死者头发 我问他 你旁边有脚印吗 黄小桃点点头 有 肉眼就能看见 我顿时了然于胸了 他们四人应该对死者进行了强暴 为了增加趣味 在死者下面塞了一个玩具人偶的脑袋 并且在伸展强暴过程中 有同伴从另外一头薅住死者头发 使他无法反抗 黄小桃皱眉说 这些混蛋 真变态 虽然死者全身上下触目惊心 但这些伤势都不足以致命 我用听古墓听了一下内脏 死者内脏基本是完好的 也没有骨折 腹部比较空 似乎饿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死者也不像是窒息死亡 我检查一下蛇骨 用手扳了扳牙齿 确认死者是没有被掐住脖子 或者捂住口鼻 我退回来检查一下下半身 从内壁破损情况看 凶手实施强暴刺手应该大约四次以上 阴口有两处对称的压痕 像是被什么东西扩张过 由于动作比较粗鲁 造成了阴口撕裂 我将一根棉签插进去 我本来是想找精液残留的 却发现棉签上沾了一丁点新鲜的血液 血色和阴口明显不一样 这说明死者在被强暴前仍然是处女 棉签上面只有一些分泌物 没有精液残留 我把鼻子凑上去闻袖 上面似乎有一些水性润化剂 这说明几个凶手当时全部戴了套的 咽完之后 我后退着爬了出来 深呼吸了几口 才平复下心情 黄小桃问道 纵阳 色阴查明了吗 脱阴之死 黄小桃亚然 脱阴 我只听说过脱阳啊 我解释说 被强暴确实有可能导致死亡的 这种事情是因人而异 有些女性一天发生几十次关系都没事 但死者不久前还是处女 下面被凶手用工具扩张塞进异物 又失以高频率的强暴导致了死裂 器官处在长时间兴奋状态下体液分泌过多 这些都远超过死者承受愚致 加上身心极度恐惧疲惫 于是就猝死了 黄小桃作为女性 听到这种死法 忍不住咬住嘴唇 她沉默了两久 才吼道 我一定要把这群败垒抓回来 统统枪毙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5级更新 尽快完结 在喜马拉雅直接搜索阴间审探VIP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